我是奥风,也是秦城著名的废物七少爷 作者 风行烈,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 第1038集 双方一番争论,却是各句一词,一时间也没有个结果 这样的骂仗,百年以来不知道有过多少了 家族之间的争斗,谁对谁错,却是难说得很 僵持了一会儿,众人也逐渐失去了耐心 那艾特旁边一名身穿灰袍的中年男子瞪大眼睛寒声道 组长大人,还和他们多说什么呢 伊多夫,你快点交出凶手 否则我必须要你兰顿家族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人就是萨拉君王的兄长,那个九星炼器师萨多君王 萨多,你还真是好大的口气啊 你,你以为就凭你们,便能动得了我们兰顿家族啊 伊多夫不屑地冷笑道 要我们兰顿家族出卖朋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若是有信心,能和我们家族的三代君王对上几招 那就向我们发起决斗吧 主城之内是不允许大规模厮杀的 彼此交手也只能以决斗的形式 否则城主必定会追究责任 别看齐斯家族气势汹汹杀上门来 他们也不敢直接动手 萨多面色一僵,也阴沉地横倒 哼,伊多夫,你也别以为你们兰顿家族实力强 就可以纵横天下了 这星火主城之中,有八大家族十五只势力 而真正的最强高手,是夏马陛下 哼,如果你今天不交出凶手 三天之后,我启斯家族便在罗米亚拍卖场拍卖十件极品神地器 老夫拼上老本,你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十件极品神地器 蓝顿家族众人的脸色终于有些变了 极品神地器千金难求 价格是普通神地器的十几倍 平常连一件都很少见 更别说一下子十件 这恐怕是萨多君王几百年积累下来的所有老本 一旦出售,必定会引起一阵轰动 所有星火主城的势力头脑都会到场 借着换气的买卖出售人情 再许下一些承诺 不难把这些人齐集起来 一个两个还好说 但如果这么多势力真的一起过来 蓝顿家族再强也不是对手 如果得到城主首肯 那么规矩也就是浮云了 城主大手一挥 完全可以决定一个家族的生死 该死 这炼气时 还真是个让人头疼的存在 伊多夫暗自恼火 可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对策 奇思家族拥有的优势 是蓝顿家族不能比的 除非暗中把这萨多君王给干掉 否则还真的要有大麻烦 但要干掉萨多君王又谈何容易 奇思家族内部守卫森严 多少年来 他们一直没有断过这个念头 却是从未有过机会 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更不可能疏忽大意 就在他头疼万分的时候 却忽然看到红袍一闪 一道修长的身影 拨开人群走了出来 秦锋大人 你 伊多夫一皱眉 却见傲锋随意地摆了摆手 神情很是淡然 便放下了心 反正在场的这些人 也没人能威胁到他 萨多大人 就是他 奇思家族中 立刻有声音叫道 你就是那个凶手 萨多一瞬间握紧了拳头 双眼死死地盯住 这个红衣年轻男子道 他已经听逃回来的人 形容过傲锋的样貌了 再加上刚才那几道声音 毫无疑问地 确定了来人的身份 不错 那萨拉君王 正是我所杀 傲锋道也坦然 直接承认了下来 淡淡笑了笑 谁对谁错 我也懒得与你争论 这路斯卡世界之中 强者为尊 是天定不变的法则 如果你们想和我决斗 我接着便是 他那淡漠镇定的神情 让萨多君王一阵焦躁 心中萌生退意 却又十分不甘 咬里咬牙 正要上前 旁边的艾特 一把拉住他 摇里摇头 别冲动 你不是他的对手 根据那些人的描述 艾特也大概猜测到了 奥峰的实力 是在六星巅峰 或者高星君王 萨多和萨拉实力一样 上去也是被人一招秒的份 他们此番过来 其实主要目的 还是想观察一下 如果能拿下 就直接拿下 不行 也只能用那另外的方法 而现在 艾特发现 自己竟然看不透奥峰 更加不能轻举妄动了 我们先回去吧 免得惊动了城主大人 就让他们再得意两天 三天之后 自有分枪 哼 没错 我倒要看看你到时候 还能不能保持 这副淡然的模样 萨多君王 面色猙獰地瞪着奥峰 好像恨不得 要将他一口吞下去 是吗 奥峰 却是不置可否地 耸尖一笑 淡淡的目光 撇过他的脸 嘴角勾起嘲讽的弧度 我也有一个消息 要告诉你 凑巧得很 三天之后 我们兰顿家族 也要在罗米亚拍卖场 寄卖一批换器 拍卖换器 伊多夫等人 和面对的艾特一行 不约而同地愣住了 没错 凑巧得很 我也是个练器师 奥峰扬起眉毛 咧开嘴角 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笑得异常灿烂 啊 我们要拍卖的 是十件极品灵主宝器 如果艾特组长 你们不介意的话 可以在宣传你们那 十件神地器的同时 也带我们宣传一下 奥峰话一落音 周围煞时陷入了寂静 不管是齐斯家族 还是兰顿家族 几百号人 全都傻成了一堆木桩子 久久不能发出声音 好一会儿 伊多夫才勉强定了定神 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秦峰大人 您刚刚说什么 他满脸不敢相信 似乎在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出了问题 我说 我也是个炼器师 正好最近 手头有点紧张 打算三天之后 也在罗米亚拍卖场 拍卖十件极品灵主宝器 这星火煮成 我人生地不熟的 只能请兰顿家族 代为处理 至于操办费用 就以 换器拍卖后的三成计算 奥峰 早料到 他们会惊讶 也不嫌麻烦 又微笑着解释了一遍 炼器师这个身份 他本来就没想瞒着 之前 他在厅内 就要提出 拍卖两件换器 弄点过路费 和零花钱 不过 却被 奇思家族众人 上门找茬 给打断了 既然现在 萨多率先提起 拍卖换器之事 他自然 也不介意 把这个消息 当众宣布 十件极品灵主宝器 一向 见多识广的 伊多夫老家主 此刻 却好像一个 被大财主 吓到的穷小子 两眼发直 眸光呆滞 嘴巴大大的张着 仿佛喉咙里 噎了一颗鸭蛋似的 不能怪他 如此失态 实在是眼前这家伙 太会吓唬人了 十件极品灵主宝器 这是什么概念 在这换器匮乏的 大路上 大部分的强者 所用的 还都是神地器的武器 甚至像是 星火城的一些 低星君王 连极品神地器 都未必有 否则 他们也不用 那么巴结 奇思家族的 萨多君王 一件灵主宝器 便足以惹来君王的注意 品质 接近君王器的 极品灵主宝器 更是连巅峰君王 都会垂涎的东西 这样的宝贝 出现任何一件 都能让人疯狂 而傲锋 居然一口气 抛出这么多 本集结束了 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